四目对视 在此刻 电视背景音乐仿若听懂了人话 极其配合的消理音 周围静谧到 像是连真掉落的声音都能听见 陷入尴尬至极的局面 温亦凡从容不迫地收回视线 内里的情绪 却如同惊涛骇浪般的翻涌 抱 住 我 亲 老 我 依 下 抱 亲 这两个字几乎要将温亦凡烧炸了 温亦凡想能很清晰地感受到 脸颊烧了起来 完全不受控 他想平复一下心情 想努力静下心来 镇定分析这事情的可能性 而后迅速给他一个合适的回答 但桑言压根就不给他这个时间 他的目光还放在他身上 吊耳郎当道 不是 你怎么还脸红啊 温亦凡淡定道 哦 红了吗 像发现了新大陆一样 桑言打量着他 是啊 可能是我今晚吃的东西太辣了吧 温亦凡面不改色地扯理由 说话也不慌不忙的 刚刚我朋友也说我脸很红 桑言扯了下唇 看上去明显不信 看上去明显不信 原来如此 温亦凡也不管他信不信 这会儿能应付下来就足够了 冲击一过 他再一细想 又觉得桑言说的这话不太对劲 如果他单说抱了一下 温亦凡还觉得可能是真的 毕竟这行为的难度系数不大 但加上亲 温亦凡觉得自己梦游起来 把他打了一顿 都比他说的这句话靠谱 这个事情 你是不是说的 温亦凡声线细细的 斟酌了下用词 稍微夸张了些 我可能只是梦游不小心撞到你身上了 然后有了一些肢体上的触碰 哦 你的意思就是 桑言语气悠悠的 直接戳破 我故意往你身上泼脏水 温亦凡立刻道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也不是要指责你 桑言虽发三落额浅 神色松散 但我现在是被占了便宜的那一方 你总不能这么反咬我一口吧 温亦凡完全没有记忆 此时有种极其浓郁的 哑巴吃黄莲的感觉 他觉得这话实在不合理 没忍住说 既然有这种事情 你怎么没跟我说过 怎么没有 桑言说 但你不都说了 是特殊情况吗 我呢 也不是这么小心眼的人 这话让温亦凡稍微愣了下 回想起从赵远东内回来的第二天早上 醒来后 收到桑言那个莫名其妙的束大拇指表情 温亦凡沉默下来 也开始怀疑自我了 桑言很欠的补刀 不过这算什么 温亦凡抬头 日有所思 夜有所梦 桑言脱腔带掉 又吐了个字 温亦凡忍了忍 我能问你个问题吗 桑言说 他刚说这个情况的时候 温亦凡就想问这个问题 但又觉得这个问题很尴尬 会把现在的局面推到一个更尴尬的境界 所以温亦凡忍着不提 但这会儿还是被他这态度逼得憋不住 我欺你哪了 桑言神色一顿 暧昧似乎顺着这话融于空气中 抽丝剥茧的发酵 扩散开来 话一出来 温亦凡也有些后悔了 但说出的话就如同泼出的水 也无法收回 他的大脑崩成条线 视线却平和地放在他的身上 装作在耐心等待的模样 桑言台节 随意地指了指自己右唇角的位置 怎么 你指的这个位置 你咱俩的身高差 我应该是 温亦凡停了两秒 没法再说出那个词 改口道 碰不到的 桑言直勾勾地盯着他看了一会儿 然后宽宏大亮般地说 行吧 不承认也没事 温亦凡突然站起来 不然 桑言抬头 下一刻 温亦凡又冒出了剧 咱俩案件重演一下 桑言笑了 你想借此 占我第二次便宜 我不会碰到你的 温亦凡好脾气地说 我只是觉得 你说的这个可能性有点低 想证实一下 之后 你住在这里的时候 依然觉得自己的人身安全 是有保障的 温亦凡看他 你能稍微站起来一会儿吗 桑言靠在沙发背上 稍稍仰头 自顾自地瞧了他半上 他倒也没多说什么 把手机搁到一边 似是妥协般地站了起来 两人的处境 在一瞬间颠倒 桑言比他高了差不多一个头 他的脑袋 恰好能到他下额的位置 顺着他的举动 温亦凡的目光从下往上 看他从低头变成仰头 这角度看着根本触碰不到他所说的位置 对吧 温亦凡盯着他的唇角 立刻松了口气 我根本没法碰到 所以是不是哪有误会 这除非是我点脚 或者是你低头 温亦凡边说边抬眼 撞入了他的目光 他表情危正 才发现两人的距离 在不知不觉间拉近 场面静致 仿佛下一秒 眼前的男人 就要顺着他所说的那般低下头 温亦凡别开视线 心跳莫名快了些 他抿了抿唇 往后退了一步 没再纠结于此 不过 这也只是我的猜测 桑言眸色乌黑 像是外头漫长无垠的夜 你确实也没有骗我的理由 虽然这行为是我不可控的 但我还是要跟你道声歉 温亦凡想了想 认真道 以后如果还有这种事情 你直接给我来一拳就行了 温亦凡憋了半天 提醒道 保护好自己 扔下那一连串话之后 温亦凡便回了房间 他关上门 靠在门板站着 思考了一会儿 自己刚刚都胡乱说了些什么 一一捋顺 觉得没什么问题之后 温亦凡才回过神王里走 他躺到床上 盯着天花板 想着桑岩刚刚指的位置 似乎是他那梨窝的位置 唉 不会是真的吧 可他大学四年梦游了那么多次 也没听哪个社友说过 他梦游会主动做出 抱人欺人的举动啊 但他以前 确实也 非常喜欢 桑岩的那个梨窝 温亦凡这会儿也不怎么肯定了 他觉得自己的脑子 就像是江湖一样 湖成一团又一团 什么都思考不清 两久后 温亦凡猛地坐了起来 搬起梳妆台前的椅子 放到房门前 接下来几天 温亦凡每天醒来的第一反应 就是看看椅子还在不在原来的位置 就这么紧张了一段时间 确定没什么异常 他的精神才放松下来 虽不能证实 桑岩说的话是真是假 但温亦凡总觉得 自己做了亏心事 见到他的时候 心里总有几丝不知名的心虚 和尴尬在徘徊 导致温亦凡觉得 比起从前 跟他相处起来 好像多了点怪异 但桑岩仿若压根不在意 像没发生任何事情一样 情绪没有丝毫一样 也因此 温亦凡不好表现得太过在意 他只希望 自己不会再梦游 也不会再做出相同 甚至更夸张的行为 时间一晃 整个三月就过去了 温亦凡提前跟主任调了修 清明节那天 他怎么都睡不太着 找了好几部恐怖片 连着看了一整晚 直到天快亮了 他才迷迷糊糊睡去 但睡了不到两小时 又自然醒来 温亦凡爬起来洗漱 翻出衣柜里的黑卫衣 出了房间 他起得比往常早得多 桑岩应该是还在睡觉 此时客厅空无一人 外头是阴天 房子的光线显得暗沉 温亦凡没什么胃口 只从冰箱里拿和牛奶 很快就出了门 查了查路线 温亦凡坐上附近的公交车 去往南乌郊区的墓园 前几次 温亦凡都是跟着赵远东 亦或者是大伯和奶奶一块来的 那时候 都是直接被他们开车送过去 这还是他头一回 自己坐车过来 位置离市区还挺远 坐公交往返 要四五个小时 下了车之后 还得走大约一公里的路程 这片区域周围在施工 路到坑坑洼洼的 没有专门的停车位 所以车也停得乱七八糟 温亦凡顺着手机地图指示的方向走 到墓园后 温亦凡做了简单的登记 而后进了骨灰堂 顺着往里走 走廊漫长到像是没有尽头 两侧看过去 是高而长排的柜子 装着数不清的逝者的灵魂 温亦凡沉默地走着 直至到其中一排亭下 他走了进去 仔细地找到温良哲三个字 距离上一次来见他 也忘了过了多少岁月 温亦凡盯着名字 看了好半天 才轻声喊道 爸爸 双将回来了 是得不到任何回应的呼唤 那时候 温亦凡总觉得不敢相信 明明前些时候还活生生的人 为什么突然就变成了冷冰冰的尸体 那个高高壮壮的父亲 不知是被施了什么魔法 被缩小化 装进了这个小小的盒子里 从此再不会说话 他总感觉是一场梦 醒来就没事了 可这噩梦却一直持续着 无论怎么挣扎都没法醒来 温亦凡站在原地 沉默了很长一段时间 什么话都没说 某一个瞬间 他的眼皮动了动 突然察觉到灵牌上的灰尘 跟隔壁的灵牌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看起来是很久没有人来探望了 赵远东有了新家庭 时间长了 也许就几年才来一次 奶奶跟大伯一家 都在北域住着 大概也不会特地因这个事情赶过来 温良哲的笑容 被刻在牌位上 永远定格在那一刻 不会再有任何情绪 温亦凡眼眶渐渐发红 他用力眨下一眼 伸手把灰尘一点点擦干净 到家的时间比平时下班稍微早些 温亦凡习惯性往客厅和次卧看了圈 桑岩看起来还没回来 他收回视线 抬脚进了厨房 一整天下来 他都没吃什么东西 这会儿胃里饿得有点难受 温亦凡先煮了点粥 他翻了翻冰箱 拿了点食材出来 打算随便弄个汤来配粥喝 打开水龙头 温亦凡把水瓜去了皮 清洗干净 他垂眸拿起菜刀 动作利落干脆地 切成整齐的小块 而后又从冰箱里 拿了和鱼皮脚 拆了两排扔下去 煮得差不多时 桑岩恰好从外头回来 他边脱着外套 便往厨房的方向瞥了眼 随口道 你今天翘班 没什么事 就早点回来了 温亦凡说 你晚饭吃了吗 没呢 那一块吃吧 我煮的不少 温亦凡关掉火 把汤端了出去 不过晚上喝粥 不知道你能不能吃饱 不然的话 你再煮点别的 桑岩也进了厨房 卷起衣袖 把粥端了出来 懒得 温亦凡点头 两人沉默着吃起了晚饭 先吃完的 依然是桑岩 但他也没起身回客厅 只坐在原位看手机 温亦凡归宿地把粥喝完 起了身 那桌子你来收拾了 以往都是桑岩煮晚饭 煮多了 让他来吃 虽然这听起来是他有求于他 但出于吃人嘴短的心理 温亦凡每回 都会帮着收拾桌子 实际上也挺轻松 家里有洗碗机 把桌子收拾干净之后 也没什么可干的 桑岩这人很公平 行 温亦凡回了房间 洗漱完后趴回床上 昨晚只睡了不到两小时 但不知为何 温亦凡也不怎么困 在床上翻来覆去了好一阵 他放弃挣扎 起身打开电脑 开始写新闻稿 直至凌晨两点 温亦凡才打个哈欠 揉着快睁不开的眼睛 正准备回床睡觉 他又想起个事 转身把椅子挪到门口 堵住自己往外的唯一道路 半夜三点 桑岩打完最后一局游戏 走到厨房翻了瓶冰水出来 他拧开瓶盖 连着灌了几口 打算回房间时 突然听到外头有动静声 他的眼睫动了动 抬脚往外走 恰好看到温亦凡从过道走出来 像没察觉到他的身影一样 脚步半分未停 他的动作迟缓 表情也呆滞异常 看上去快要撞上旁边的书柜 桑岩眉心一跳 快步走到他面前 伸手抵在他的脑袋前 同时 温亦凡的额头 磕到他的手心上 动作定住 过了几秒 温亦凡转换了方向 往沙发的方向走着 桑岩收回手 继续喝水 边注意着他的举动 跟上次一样 温亦凡走到沙发旁坐下 眼神放空地盯着虚空发呆 桑岩走到他附近 没坐回平时的位置 随意把旁边的板凳拖过来 坐到他面前 客厅的灯依然按着 桑岩没特地去开灯 外头的月光照射进来 再加上过到格外明亮的灯 这会儿室内也不显暗淡 氛围安静地过分 只偶尔传来桑岩喝水的声音 不知过了多久 温亦凡眼眸垂下 像是才注意到旁边的桑岩 看着似乎没有任何思考能力 又死板地定住 在这光线和夜里 还显得有些甚人 但桑岩倒是觉得好笑 终于看到我了 温亦凡眉吭声 眼珠子动了动 停在他右唇角的位置 桑岩玩味道 看什么呢 见他的视线一直位移 桑岩突然想起 自己那个位置 有个娘里娘气的梨窝 正想连起笑意 但与此同时 原本乖乖坐在沙发上 一动不动的温亦凡 突然弯下腰 对着他的方向 动作依然缓慢 看着却像是带了目的性 他的目光 依然放在他右唇角上 距离渐渐拉近 像是预料到了什么 桑岩直直地盯着他 猴杰缓慢地滑动了下 他没主动做别的举动 但也没半点躲闪 指定在原地 宛若潜伏在暗处的侵略者 却耐心到了极致 等着他主动地 一点点地 将自己送过来 温亦凡抬手 须撑在他的肩膀上 那一刻 时间仿佛放缓下来 一秒像是比一年还要漫长 桑岩低眼 看到他那双 让他浑浅梦影的眉眼 睫毛浓密如同刷子 像是在他心上挠痒 面容素面朝天 肤色白到激进透明 如同虚化过的场景 下一瞬间 如他料想的那般 桑岩清晰感受到 有什么东西触碰了下 自己右唇角的位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 打赏